有一次我們去他家 然後他就這樣手伸起來 我沒有欸 我沒有欸 他手伸起來 他一句話都沒有說 他就自動判讀他要什麼東西 平常在家裡都這樣嗎 其實我們在家話不多 他們在家不會講話 肢體語言就是手舉起來 一個眼神 然後便當 然後穿了便當 便當熱好了 衛生紙 然後再定一首 武器 他就無縫接軌的 把錯事情都完 這麼厲害 他是個廢物 他完全知道我在想什麼 因為我以前其實蠻會煮菜 然後就是我家 其實我家是也會做啦 嗯 但是後來被他養到 完全變廢人 哦 所以如果你主動的 不是他 習慣性被壓榨 然後像前陣子他過年他回家 回家一個禮拜 然後體重本來106快107 然後過年大家都大吃大喝嗎 對 啊我當然也是有吃一些 就是家裡面的年菜 我瘦到101 回家直接瘦的不承認心 對 因為沒有煮好的飯 然後沒有那個煮好的肉 然後我就完全就是跟廢人一樣 他直接都不吃飯哦 我那時候就說他去練 因為剛好晚上要去他家吃飯 我早就說下午早要一起去練 他連出門都不想你知道嗎 他跟我說他躺在床上 連動都不想動 直接變廢人 直接那一整週都沒有訓練 所以他現在如果 如果就拍屁股就走 我等一下我直接會死在家裡面 ヽ ノ Democratic